好,我们先前呢,我们之前我们都知道嘛,所有的力学系统,应该说几乎所有非保守力的力学系统,但是没有restriction。 没有restriction,你要把它用Lagrange modifier的方式呢,去把它推广到更加一般的情形,但是就不算是所有的资讯都存储在你的Lagrange里面。 那有保守力的情形也不能使用,那你必须要补一个管异力,非保守力的时候,你必须要补一个管异力在你的辨分等于0的右边,就是说现在你辨分率等于0,会修改为一个。 与其说是对打关卷的辨分,不如说是对action的辨分,那如果你想要硬把它写成,跟辨分有关的东西的话,你只能把它写成这样。 等于你的管异力,那可是你注意到,你这个东西进去之后还要再积分一次才会跑出来,所以说实际上它应该是要等于管异力的积分才对。 那我们没有必要写成这样子,只是提示一下,那么我们就补充一些小东西,也就是说,我找一下。 那你就是在绝大所有情形,你只要有一个辨关卷,你就可以得到整个式子的整个系统的equation和母学,但是呢,这个辨关卷它本身到底是不是真正对应到你的物理尸体。 我这样讲应该不太精确,所以应该要写正凯,不过你写花写的话是其他的意思。 花写的话通常是指它的辨关卷density,也就是说你先要必须先把这辨关卷density,它可能是根据某一个跟位置有关的函数, 然后跟位置有关的函数的导书,然后你把这辨关的density沿着时间空间积分起来。 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在无限多数例子的时候的action,也就是写成这样。 同样你可以把它写成缺分的形式,但是我们还没有谈论古典产论,所以暂时先不谈论这样的情形。 那对于多例子,即使是只有稍稍几个例子,有限多个例子好了。 那即使是无限多个例子的话,仍然你可以把它写成lxi,以及它的导数。 那这个i可以从1一直到无限这样子。 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在辨关卷上面其实定义上也没有,symbolically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如果在实际上的数字条件,不管是辨关卷, 或者你其实可以把,我们之前谈论过yacobi, yacobi integral在某些情况下其实就是所谓的hemitonium。 但是hemitonium它并不只是单纯的力学能的这个概念而已, 因为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内部变数的完全调后。 那意思是说呢,原本我们是有内部周标xi所决定, 我们可以删掉某些xi把它变成振折动量的变数。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叫做它是一个hemitonium, 并不是单纯的把那个量取名为hemitonium。 因为如果你hemitonium仍然是dependent内部电数xi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面的hemitonium, 只能说它在同一个时间, 它会取值于跟真正的hemitonium一样的。 那我们仍然把它叫做仍然会比较好。 那如果呢, 你如果有无限度的例子的话, 你仍然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它有时候会是无限大, 那我们就不谈论这样的情形了。 好,那如果呢, 你决定了lagrangian, 你就可以唯一的决定equation of motion。 但是我们想要问的是, 你决定了equation of motion, 可不可以唯一的决定了lagrangian? 其实我现在不给你任何的计算, 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假装你从, 假装你给了lagrangian, 你一定可以得到equation of motion, 那你的gading equation, 这个equation of motion可不可以回推唯一的一个lagrangian? 好,我问你们这个问题。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欸不行吧? 我可能有多个lagrangian, 决定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那个吧? 那你举至少一个, 我现在想不到。 你要满足equation of motion,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满足, Lagrangian本身的一切变分为0, 即使是对于, 假设只有一个变数, 如果你是有多个变数的话呢, 你其实是, 可以谈论某种程度的, 也就是说, 你带入OEA lagrangian equation的话, 那它是对N个变数, 或者I个变数的OEA lagrangian equation,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组的方式, 那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说它是, 偏微分在泛含分析里面的推广, 那这个东西, 定义为, 这个, 这个,剪掉, 这个, 根据你的书啦, 有些人会直接把这个东西, 这个符号定义为这个, 那有些人会, 说呢, 其实, 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 得到的那个, 怎么说, 就是, 你是对Q去作为变分吗?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才是你上面的东西, 但是, 因为有些人讨论无限小的话, 所以, 他会把这个东西写成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符号, 它其实就提示了文书, 这个东西是一个无限小的东西, 所以这样写反而是, 反而是吊诡, 但是, 如果你这样写, 写成下面这样的东西也很奇怪, 因为, 怎么说, 就是, 就是, 你是, 其实你是把那个, 然后沿着时间去做积分, 那你如果只是把这个东西, 去做某种程度上, 对Q的偏尾分的话, 就是, 就是, 你把那个, Q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然后, 去, 去, 极限的时候, 它那个底梯应该要留着, 所以说, 你其实, 在, 有些书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多处一个DT, 或者说, 你可以把它写成极限的情形, 那即使你是在, 关键Density的时候也可以, 但是你这一次, 就要再把, 空间的东西, 也除下来, 那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改成, DeltaT的minient, 这个东西, 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是, 在半函分析里面的微分, 呃, 的微分, 但是, 欸, 可能有些书, 会写成上面的样子, 就是, 把一阶变分, 定义成这个样子, 那无论是哪一种, 它本质上都会造成, 右边这个式子, 欸, 作用在哪关键本身上呢, 会是零的这个事实, 好, 那, 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 为什么哪关键不会是唯一的, 那哪关键不确是唯一的, 代表什么, 当然是哪关键不对应, 我们真正可以观测到的物以实体, 这件事情跟在电磁学里面的, vex potential, 以及在我们普通的, 呃, 呃, 都是有相似之处, 啊, 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知道其实, 呃, 这个东西, 它也是有一定的自由度, 譬如说, 我们真正在乎的, 对吧手里来说, 只不过是vx, 就是的相对值, 那, 也就是说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说, 就是你的false, 才是你真正可以观察到的东西, 但是呢, 呃, 你把任何一个地方当做0, 你可以藉由false的积分, 得到delta v, 也就是说你这f, 哎, 假装f是做正攻的话, 也就是fdr是做正攻的话, 这些能量到了哪里呢, 到了delta v, 那, 它会造成那个, 假装, 嗯, 说错了, 你这边假装有一个力, 就是外部的力, 外部的力去把它推到, 推到这个v0的地方, 那你就要持续上的去抵抗这个, 假装它都是玩下的力, 那这个时候你手做的力呢, 就会是做, 哎, 你手做的力是正攻, 但是它本身所做的力会是, 会是复攻, 那这样的话呢, 会是, 你这样子积分的话, 嗯, 这要看你啊, 看你这边是写手的力, 还是, 你手去推的力, 还是, 还是那个保守力, 那如果你是保守力的话, 就要加一个复号, 就是, 厂本身造成的力, 做的功的话就会是复攻, 那这个复攻, 所以你要加一个复号, 才会造成, 嗯, 假装这是v, 这个地方的v是v1, 那这边是v0, 那v1-v0, 应该要变大还是变小, 答案是因为你, 从这边往上推嘛, 它厂一直是做, 复攻, 所以它那个v1-v0要大于0,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里面每一个小小的项都是负的, 所以要加一个复号, 然后就会得到这个, 那你就会注意到, 其实你v0取任何的值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把vx, 变成vx加c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的, 所以简单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呢, 你的, 你的potential本身就有一个, 所谓的affine的那个, 我们通常会把, 如果加一个阐数, 仍然会被视为等同的某些东西, 或者某一种, 假装你把某一个平移, 比如说x加c, 等价于x这个座标的话,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affine的, affine的变化, 就是中文是反射, 反射最简单的意思是平移, 但是其实你可以用公里化, 就如同, 就如同我们在投影几何里面, 也可以用公里化去定义投影空间, 我们也可以用公里化定义去, 定义反射空间, 但是所谓的反射呢, 其实反射变化, 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平移, 我们把, 认一个向量, 假装它可以平移, 认一个, 认两点之间的, 这不是不能, 不完全说是向量, 就是假装你把p1和p2的, 是某个向量空间里面的认两个向量, 你把p1和p2移到p1加c, 以及p2加c, 那任何一个序队呢, 就决定了反射空间里面的一个元素, 比如说p1等价于p1加c,p2加c, 也就是说, 建有任何一个向量空间的迪卡耳机,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反射的, 然后再括弦掉一个等价类,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反射空间, 这样有点测态语了, 那无论如何呢, 你vx就加一个阐数的话, 这件事情并不会影响到你的, 可观测到的一切东西, 可观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由equation of motion来决定的, 那如果呢, 你把vx加一个c的话, 当然它拉光卷也会变, 那可是equation of motion不会变,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我们就如同我们在微分的时候, 如果vx点凌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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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网络问题吗 突然中断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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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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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 喂喂喂 就是说呢你那个喇关卷 就是你的喇关卷本身呢 你可以做至少一定的变化 就如同我们在判断这一个方程式 就是如果这个方程式等于0的话 至少还会有其他几个东西 会满足一阶微分等于0的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呢 譬如说假若你的条件是 比如3Y 3Y加4等于0 假装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delta F'等于0会等价于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你把F'等于3Y加4的话 那F'等于0其实就等价于Y'等于0 所以说你可以做一个反射变化 以及呢你可以做一个乘法 就是伸缩 就是scaling的变化 这两个变化呢 都不会造成你最终的equation motion的改变 这个思想呢 在到时候你谈论所谓的canonical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呢 其实你的拉关卷本身就不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的 那我们想要知道说 到底拉关卷它本身 最大自由度在哪里 以至于说呢 我们可以随意的在拉关卷里面 添加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考虑像 像那个电池厂里面的 vector potential本身的自由度 那vector potential本身的自由度呢 涉及到整个 整个EM整个mixware equation本身的 内部自由度 所以它本身会有很多的自由度 那如果你只考虑一般的保守产的话 可能就只有反射的自由度而已 那如果你考虑back potential 可能会有更多更多有趣的自由度 那如果你不考虑 无论是back potential本身的自由度 或者或者那个 或者potential本身有什么奇妙性质的话 我们只考虑 假装我们不知道拉关卷 内部的内部的具体形状 或者它explicit写下来的许子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能够至少 说出它有什么样子的自由度 首先你要满足一阶变分的ID 那反过来说呢 你把拉关卷做这么一个变化 L到landaL的话 那肯定 肯定它会是0 那下一个就是 你把它L变成landaL 然后再加一个参数 那它也会是 也会是得到同样的equation of motion 这样 那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想法就是 我们也许 因为你到时候拉关卷 是放在那个时间里面去做积分 那如果我们得到了某一个 某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加上了某一个 跟时间有关的人 全导致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你把这个东西去做积分 那得到的action 理论上应该不会变 也就是我们发现的这边 注意到现在这个F只能depend onQ&T 不可以depend onQ.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猜想 我们接下来要证明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把原本的L 当然还包括前面的scaling 那我们现在不论scaling的话呢 你可以先做scaling 它就变成landaL 然后再加上这个 那如果你先加上某个F 对T的圈导数 然后再scaling的话 那landa就会被吸附到那个F 我们就把landaF定义做新的F 所以没有讨论余地 那么呢 你合理的猜想说呢 这个东西它不会改变你最后的action 那自然呢 当然呢 因为我们是对action去做 去做那个变分 所以也不会把改变最后的equation和motion 那我们有 之前有人问到说 那个LaGuardian本身的对称性 和action本身的对称性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应该不是 因为你同可能有可能 即使LaGuardian它本身在某些内部变化 比如说X到X' 这一个变化之下 LaGuardian本身是不变的 但是并不保证说action本身 它是不是不变的 我们也没办法这么简单的就确定 所以action本身有可能 有可能是大过于LaGuardian本身的对称性 意思是说那些LaGuardian即使不变 你的action有可能是变的 但是我们通常真正遇到 即使我们后来去讨论Notes 第二论 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根据 LaGuardian本身的对称性 去决定整个系统它的手痕 这件事情我们通常只会谈论关于LaGuardian 或者在古典产论里面 谈论LaGuardian density本身的对称性 而不会更加去谈论action 就是LaGuardian或者LaGuardian density 经过积分之后的对称性 那我也没 我目前也没看到什么书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无论如何我们就先局限于LaGuardian本身的讨论 那么 那我们现在就来证明这件事情 好 那我这边有一个 可以稍微的放大一点 那我们就说呢 假若呢 你那个L是再加上了某一个F的权导数 也就是说呢 你加上了一个 只跟位置跟时间有关的权导数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你加上Q1 Q2 然后加上T平方 Q3 etc 就是这样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假如就是大F 那你把大F去做 去做权维分之后呢 它会跑出有点点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去做权维分的话 它会跑出Q1Dot Q2 etc 就是这样往下 那 这边就会出现点点 所以FDot本身 它是含有 也就是说 右边的这一串东西本身 它是含有 嗯 正折动量 或者 不会 显示的 不会显示的 有正折动量 因为你不确定说 QDot跟正折动量是什么 可是它至少会是QDot的函数 那实际上呢 你就是可以加一个QDot的函数 可是即使你这个 是加上一个含有QDot的东西 你仍然必须可以写成 某一个F F的权维分 那这个时候你那个大F 就不可以有任何的QDot的 QDot的那个 Dependence 那 这是不是唯一的变换 其实我不太确定 就是我只能确定说 你至少加了这个 它会是造成你的 Equation motion 或者你做变分之后 得到的东西是不变的 那我们来证明这件事情 首先呢 L'先对QQI去做Dot 那你注意到L'也是这一串吗 那前面这个东西当然 你当然你要对QI还有QI.Dot去做 评委分 那前面的东西就一模一样 接着呢 你必须把这个QI.Dot 那个 把这个东西去做 去做那个对时间的全导数 那我们等一下再用 那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 也先去做全导数 那这个东西你把它做 连锁率展开 就这样 再者 你上下两个都对Q和QI做Dot 那 原本的东西当然就一样 那新的东西呢 新的东西就 也是造草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虽然我们之前 用过很多次了 不过也许 我们可以 稍微的再 谈一下就是 它是什么 它是Q.Dot 先 F先去做全导数 然后 再 再去 F先去对时间做全导数 然后再去对Q Q.Dot 我们就只写 其中一个变数 那你就先把它去做全导数 D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一样就可以做连锁率 哎 我知道这边就有写 这边就已经写 就是你把这个写成这样 然后你就对这个 你就注意到 首先 partialF partialQi 因为你F本身没有Q.Dot 的提分 所以你到时候 跟Qi.Dot 去做偏尾分 它前面是不会变动 就可以当成它 所以你只要变动这个 那同理这个也是一样 那现在呢 因为这是偏尾分 偏尾分不是全尾分 所以它也不会跑出 有点点的东西 所以唯一有点点的东西是谁呢 是 这一个家伙 这个家伙 那这个家伙呢 你去做偏尾分 就可以知道这个式子 那接着呢我们 把 嗯 把这个东西算出来 就是 这个东西是 诶 这个东西 经过大D 之后 多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多出来的东西 我们刚才算过来 会等于这一个 那这个东西又会等于什么 这个东西 要去做 做那个 就是 这个是多出来的东西 然后 诶 我放太大 我缩小一点 我们要算的是这个 大D 对这个东西去做尾分 所以其实是 其实是把这一串 去做 去做 去做那个 全尾分 那前面那个东西 当然就一样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再者呢 这个 因为他会等于这一个 然后就把它写成这个 好 这个东西就等于 新的L' 对 做大D 再做 这件事情 然后呢 第二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我们就把 我们 这个东西就直接造巢 造巢 写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首先这两个东西 或者这两个东西 再来这两个东西 再来这两个东西 会得到这两个东西 所以就把写下 这两个东西 那 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可以消掉 嗯 哪些东西呢 嗯 the first two turns on the right hand side cancel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原本的哪关卷 哪关卷呢 哪关卷呢 它本身有 哪关卷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cancel掉 我把它放在 这个东西就cancel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cancel掉 所以就只剩下这个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 不过就是某个东西的 那个 这个东西它是 不过就是 它就是 如果你的大 你比t跟你的partial partial q 可以交换 那它自然就是零 所以你会发现呢 呃 我们即使呢 加上了一个 某个f的全档数 它也会是零 哦 它也会是零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证明出了 哪关卷本身呢 它 绝对不会 对应到一个 呃 真正的物理实体 但是 也就是说它 它其实是揭示了理论的一些自由度 但是呢 那这个是对任何一种变分的 都会满足的东西 哦 不一定 不一定 你不一定要 局限在力学里面 你任何用到 用到这种积分型和泛含的 嗯 一直变分为零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自由度 第二个呢 它 它不是依赖于理论本身的特别形式 哦 比如说我们之前谈的 EMFear它本身有很多的 你可以Facing a Gauge 它 它的那个Vector Potential呢 呃 会有很多的自由度 就是Vector Potential它本身 并不是唯一的哦 那如果Vector Potential它可以自由地做变化的话 那就代表说它没办法被观测到 哦 那可是其实物理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像 它其实我们会觉得说Vector Potential这种东西 在理论架构上的反而是 Electromagnetic Fields 还要本身的 一个有名的东西就是所谓的AB效应 AB效应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太多 那你就想那个A跟B分别是说 A是Vector Potential B是Magnetic Fields 哎 粗略的讲说呢 就是说呢 你那个在一个同性原的那个磁场里面 那个 你弄一个同性原的磁场 然后你考虑量子沥水的话呢 你把那个 把那个 波函数呢 沿着这边绕一圈 沿着那个同性原的磁场绕一圈 那你绕回来之后那个磁场 会是一样的 可是呢 你的A会改变 你的A会改变 但是B会一样 那既然B会一样的话呢 那 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它回来之后 它的相位会差一个 差一个复数 那复数会就会造成 你绕回来的那个复数 跟跟其他人去干涉 你会发现在自旋里面 有类似的事情 可是其实它的数学 式子不太一样 只是有一样的 绕一圈回来 会跟原本的 有所差距的 的事实 当然 其实 无论是AB效应 还是自旋的东西 你都可以某种程度上 纳入维纹几何里面的 tangent bundle 这个框架 但是我们就不原用那些名词 我们也不会谈论AB效应 因为我们要谈的是铺点力学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之前 谈论 在导出 Euler 关键 equation 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视频 为什么呢 就是 假设你F是任意的函数 ETA F是一个 是一个给定的函数 代定的函数 就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的函数 但是它是固定的 然后呢 ETA 它是一个任意的函数 也就是ETA属于 至少 至少它希望我们现在 它可以微分一次好了 那 如果它在这个 时间T1到T2里面去做几分 所以现在ETA应该要这样 那 那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说 假若ETA是任意的 假装ETA是Arbitrary 那么 我们就可以得到 F40 那 这个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直光 但是呢 它仍然是需要证明的 Fimon在它的Lecture里面 也有给出一个证明 那它的证明的精神 其实就跟 很多数学书真的会写的 其实差不多了 只是它写的比较 比较 它讲的比较 形象一点 就是它 它只有带过去 就是我们现在呢 考虑 在我们考虑的区间 我们要GG1的区间 那 假设呢 我们的测试函数是长这样子 这个是ETA 然后我们F是不知道什么的函数 那假若呢 你对你那个 你对那个 任意的 凸起来的ETA呢 它都是0的话 那我们就取一个特别好 那现在这个 结论是非常强的 因为你的ETA 完全是任意的 那如果F它本身 它本身是哪 Trivial的 也就是说它至少不是0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说你ETA 假装我们谈论这个ETA是 指在一个小小的点附近的凸起的这个函数 那假装这个是T0 然后这是T1 就是你的时间计分的区分 或者你的参数 你在计分形犯和里面的参数的计分 那么你现在呢 这边你把它写成 写某个T号 T2好 这个这样可以移动 T2 好那T2呢 我们就让那个ETA本身 只在这个小小的地方估起来 那现在呢 F本身 它如果你把那个ETA 它本身这个小小的宽度 通常我们会更加希望是 第一个ETA 它就有良好的解析性质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可以为分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它有所谓的compact support 意思是说它不是0的地方 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区间 那如果我们可以让那个不是0的 函数值 ETA的函数值 不是0的地方 越来越细越来越窄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几乎的去谈论F 在那一个范围之类的的性质 那如果F在靠近这个T2 这个点的地方 也就是说T2它本身不等于0的话呢 因为F呢 它必须要是连续的 F要是连续的 所以呢 它在那一个小段的区间 至少会 会取得 取得它是 它是有一小部分都是横正的 横正的 但是呢你那个ETA呢 那你可以让ETA 无限制的变小 然后把ETA往上拉长 拉长呢 它就 然后想办法让它的 比如说面积 等于1 那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让它积分 会等于0呢 因为你这个F它本身 可以用一个均值定0 就是用那小部分的平均值来给定 当你的ETA无限制的拉长的时候 这会造成你的积分 你的积分 因为你在这小区间里的积分 如果你让你的测试函数 ETA的面积保持不变 永远是1的话 那它这一块的小 就是F F还有T在整个全部的区分 就等于在这个T2 正负 T2正负 F 这个区间的那个积分 那在这个积分里面呢 它的积分值 大约会等于1 F在那个积分值的某一个某一个值 我们要写成这样好了 那C'就属于这个期间 它会根据均值定理会 是大约这个值 那打假若呢 F呢 然后这个一定是一个 譬如说正的或负的有限值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我们ETA无限制的拉高的时候 F也会无限制的拉高 那这样子呢 它是不可能会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在证明这个 这个盈利的基本想法 Arnold也是这样写 好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下Arnold写法 这个是我从他Arnold viArnold的书里面 截录下来的那个一个证明 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弄一个鼓起来的东西 然后呢 当你那个在这个小范围里面去积分的时候 那它呢 就可以借由那个把它往上拉 就是把这个小范围的宽度 把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高地的宽度越说越窄 然后呢 把高地的高度 越拉越高的话呢 这件事情会让 这个是指永远成立的这个性质 我们想要的良好性质 有所矛盾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F一定是0 这是Arnold的定义 然后这是我从某一本变分学的书里面 调到的论证 那它的论证是 它考虑另外一种测试函数 那我们现在测试函数 就把它写成X-X1 然后X2-X 那注意到这个测试函数的好处是 X1等于X1或者X2的时候 它会是0 那你把它积分起来 那它说因为这个东西永远是正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假装在某个地方 它不是0 Alpha在某个地方不是0 那不是一般的 你可以把它设为Alpha是正的 那所以这个是正的 那这一串也是正的 那它肯定是大于0 所以说它说 它说这个就证明了 你的Lemma是这个样子 反正你就是想办法凑出一些奇怪函数 那这些奇怪函数 会违反你一开始想要满足的良好性质 这样你就证明说呢 它Alpha本身一定要是0 的这个性质 那这个东西呢 可以视为是变分法的最基本盈利 这个infin的盈利呢 最后empriseOyella 关键equation 好 好像没了 那notice第二轮呢 我们就下次再讲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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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